四点底 由四个点走成 我们注意四个点的形状 方向 起笔的位置 还有它的大小 轻重的变化 那首先看一下 左右两点 一个是向左下方 一个向右下方 还有中间两点 应该是垂直的 然后它们的起笔 基本上是在一条线上 水平的在一个高度 那它收笔的高度 它是不一样的 中间两点基本 起笔跟收笔的高度是基本一致 只有左右两边 右边的稍重点稍长一点 就是高一点 还有点一点的坚决 第一个撇 写的是向左下方写的角度 注意角度问题 有粗道系 树弯钩 写的时候跟左边 写的起笔是平起 要树要细 拐弯的时候最细 拐过来要平 勾要内缘外方垂直向上 内缘外方下面平的 两头往上稍微翘一点 细 起笔是稍重 总结说要细向左稍微斜 这边粗相对平 底部和起笔处 基本是起笔 好 上拍下载到体型 提按转折向左下方写 横对它起笔 收笔 要挡住这个树的比划 撇的起笔是在树的下方 这个树弯钩的起笔 是在这边的树的下方 这样子现在更加稳重 这个树对对上面那个树 这样子像上下的墙棋 建房子一样 要对齐才能显得稳重 所以突出这个收弯钩 这样放出去 这样子有收有放 下面位置 这个拐弯的地方最细 勾内缘外方 两个树往中间写横要细 树要粗一点 瓶子底 瓶子底 树上粗下细 向右斜横细 提转着的粗要粗一点 向左斜 中间两个树 稍细 要垂直 树一树的间距 看好间距 大小 中间少一小 两边约大一点 最后一个横要长 中间约的有弧形 整个外形 应该是扁方形 左点 握钩 握钩的齐笔和这个点的齐笔是高度是1 再1 一个高度 握钩上去 调点 最后一点要呼应 对 这两个齐笔的高度是在1条平线上 这个方向向左下方 握钩鞋的时候先斜 然后再相对平再勾上去 这样子 注意 这个拐的时候要自然 这两个点要有呼应 这样子也起来呼应的 第一条 要长一点 比下面很长 竖斜的横幅中间的位置 上面出下面细 下面这个横斜短一点 这两个横斜短要有变化 心 下面的心 注意 它的位置 这个握钩的齐笔是在第二横的齐笔的下方对齐 握钩 前面有些点 这个点不是在正中间 应该在中间偏右 凡是写心字底的字 都要心 都要偏 字的右一点 不要写在正下面 心都要向右偏 上面两个横要长得有变化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